石油是由厅内化合物所组成的混合物 右图也就是下图 是金面石油的分六塔的简图 探数约13到19 六份由饼出口流出 甲出口与饼出口六份相比 效率叙述何者正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分六塔 分出六份的装置示意图 也就是原油金油管式加入 加入之后变成原油器 接着来到分六塔 费点高的会先冷凝到底部的收集盘 费点越低会随着分六塔的位置越来越高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分六塔越高到分六塔越低 中间的整个距离中以探数分配置化 其他人后费点越低探数越小 一直往下探数越大 费点越高 所以我们看一下图中的图形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不论是费点或者探数 都是越往下费点越高 探数越往下越低部 探数越大 所以对于A选项而言 两者费点一样 这是不对的 正确的话是以费点而言 甲六份费点小于柄六份费点 B选项 B选项 甲出来的六份平均份量 较柄来得大 探数越大 分质量越大 因此甲的探数比柄的探数来得小 所以分质量而言 则是柄大于甲才对 所以B选项错 C选项就是正确的 第一选项 两者平均份质量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 是甲大于柄大于甲才对 答案为C选项 9日çek 费上 Gaming